每年国庆大典除了精彩的表演之外 来自各校的礼宾人员也是一大早点 今天一大早礼宾人员就到场做准备 就是要给所有宾客们最周到的服务 不过呢在现场有两个熟悉的身影 就是艺人台志园还有阿布玛利亚 他们也跟名传大学的礼宾人员一同进场 民主台湾兼任永续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口号喊得响亮 整齐划疑礼宾人员每年都是国庆焦点之一 今年同样也有不少明星脸像是这两位 仔细看其实是本人啦 台志愿阿布玛利亚为了拍节目 惊喜现身国庆现场 穿着西装礼服看起来十分优雅大方 两人接受礼宾人员的指导 也实际在现场接待贵宾 那这几位也是名人本人吗 团圆常说我长得很像赖清德副总统 那我觉得他的笑容非常的亲民 而且不失壮重 那我相信这也是身为一名清战大使 非常加分的一项特质 原来是壮脸副总统赖清德 对比看看发型和眼眉以及鼻子 相似度超高 让人忍不住大喊一声副总统好 李牧小姐在许多的采访中 可以看到他在演艺事业非常的敬业以及努力 那在国庆大典的礼宾大使中 也可以非常展现出在接待贵宾的努力 而这一位也是明星脸 被说像是演员李牧 另外还有来自韩国的明星脸 太阳的后裔的演员敬酒 早安 欢迎来到国庆大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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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多国语言只是基本功 这些我国门面要接待各国贵宾 不只要外貌出众 就连能力也是十分惊人 简壮我道